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树,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据给大家带来TVT对阵IMT第三局下半场 上半场TVT这边的求生者真的是打了一波非常漂亮的三跑 最终前锋和佣斌的一个配合,坐车过合 那么这里是应该是搬掉了红缝和蜘蛛 可能是这样搬的,然后阿福这边选择了一手捷克 这把宝瓶就能胜 然后这边IMT也是祭出了他们最新的一个阵容 带入链诗 这个入链诗也是之前就有在讨论他们的一个入链诗的一个配合 我们看一下这把到底能不能起一个奇效 因为他们这把至少要三跑 这边香水就是不浇,就是不浇 香水,这个走位可以啊,就是来蹭你 这也是薄心态,薄心态好,香水回去 这里还有块板子 这块板子不下,往中间走 板后绕 这里阿福的杰克是选择带了一手闪现 这瓶香水一片 这个香水的真空漆将是 这一个开局抓人的关键点 如果说这一刀能够打中 节奏就很好了 因为他在闪现补一刀就可以 但是如果刚才这一刀没有打中或者被香水顶掉 那么节奏就会被拖到可能倒地的时候应该就还闪现一刀漂亮 就会拖到大概两台机起跳了 中间应该差个十几二十秒 这十几二十秒是很关键的 因为如果说你这台电机喜跳了 他们就可以重新修 然后外面就可以多一个救人位的时间 就是救人位的电机就可以有人补 然后如果救人位修完那就更加舒服了 好,这边第一波是让佣兵救 我们是看到入恋师这边 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发挥 因为他前期也没有遇到鬼 这边好像感觉有点早 阿福这边应该是要尽量的把这个佣兵逼过去救人 然后找机会打一个双刀 好,这边找好角度 一刀拉开一刀误刃打中 这边救下来再补 这刀没打中 佣兵佣兵 哇,太惊险了 这边阿福这边太可惜了 真的这个刀只要再快 他们一点点 感觉 这刀只要再快一点点 前锋的电击修完了 也就是前锋这边可以尽量来保这一个调强师了 那么前面还有个佣兵 刚才这波如果打双岛 其实这边屠夫的一个平局是很稳的 现在前锋有球 佣兵有护臂 打一刀 好,打中这个前锋 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这里应该是要两个人互摸 阿福这边的一个时间已经拖了有点久了 所以说他被迫要回去挂这个调强师 要不然这个调强师可能会自摸起来 那么放出一手让前,应该是会佣兵把前锋摸好 因为下一波是前锋来救人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这里并没有 牵起来 这个前锋没有选择是跟佣兵互摸 而是选择过来干扰 那这边前锋要倒 倒完以后 这个调强师应该还是能挂上 这一波感觉太亏了 这一波非常非常的亏 那么这样一打的话 阿福这个平局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因为前锋是有博命而佣兵是没有博命的 即使这边佣兵把人救下来 我只要能够对吧 把这个调强师击倒挂死 外面还剩两台机时间够了 阿这边也是太可惜了 我觉得前锋这一手状态冒险 他们可能也是知道这电击真的是不够 但这边调强师好像可以开车 站台不知道有没有点掉 站台不知道有没有点掉 来这边 应该是会把前锋先挂上 然后可能会切一手传送去找这个调强 外面还差一台机 由于这个调强师是一个上挂飞 所以说这个灵鹫也给他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而且这边切了一手传送的话 即使入练师过来就调强师那边休机传送把调强师秒了 想要这把就是球人想要三跑在前锋倒地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是很难很难了 非常非常的难 这里这两个人挂着这前锋马上过半 前锋一旦过半这边两个人都要来救 没办法因为你堵住了一边 一边是已经被堵住了 那这时候死抓这个调强师就可以了 我抓死调强师然后回去防守一个人就可以了 这把调强师再上车再拖那边能不能有没有机会传送回去选择防守 这里入联石有搏命把人捞下来前锋上挂飞 这边前锋要过去续一个搏命 前锋过去续搏命 他因为他有搏命他把这个佣兵捞下来以后这个搏命可以屑前锋再吃一刀 电击但是电击不够啊这边的电击是真的不够 这两个人可能佣兵和入联师都要强摸这个前锋才行 三个人在互相的进行掩护好找一个地方躺好前锋倒地 佣兵先吃一刀这块板子两个人开始强摸 误刃一刀打在了这个入联石身上 好这边还在摸还在摸佣兵经最后的权力在摸 电击啊这电击差太多了 但是前锋这边起来了 前锋这边起来了一刀震慑打倒了入联 这个佣兵被挂上前锋再来撞没撞到 哎呦太可惜了这一手如果撞下来感觉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那么现在这前锋上挂飞这一把已经是没有悬念 因为我们知道阿福只要保平就可以了 这把穷人者确实没办法要赢要打三跑就得打的拼 那么没有拼到而且这边的入联石是没有带大心脏的 挂入联石他有灵柱但是这边阿福有传送 我们看一下他选择怎么说 他可能会挂上以后传门吧 传那边的门 但这两张椅子都用了他可能没地方挂 他是选择把它封在一个角落里面等你投降 这也行 确实很可惜啊 这一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锋没有能够撞到那一波半血前锋 呃我们来盘一下就是如果说当时傭兵把前锋摸满 会不会有一些机会呢 好像好像可能机会呃至少是肯定比现在大一点前锋摸满 然后前锋来救又搏命救下来以后前锋 再来 再来考虑撞再来管 嗯可能机会更大一点啊 当然这个也不好说 如果说那波撞下来了那么机会就非常非常大了 这个不太好说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啊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啊 我们这一把也是提看到了 就这两只队伍在这边碰到真的贼好看啊贼好看 然后看一下入联师入联师这边直接被挂飞啊 因为已经没有人了 阿福这边打的比较细啊 一个漂亮的三杀 这把捷克 相对来说在大局关上面没有给任何的机会啊 打得非常非常的稳健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边就结束了啊 然后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后面的比赛啊 后面都会给大家做完的 这次的比赛确实这几只队伍的一个水平 包括这次的一个状态都非常的好 每只队伍 哪只队伍被淘汰了 都非常非常的可惜啊 都是强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